来到新市场 人潮稀稀落落 生意不好 有的摊贩直接自主性的歇业 干脆不做生意 疫情波及传统市场 受到极大冲击 像是新市场 仁爱市场 日前因为疫情歇业 虽然陆续恢复营业 但生意一落千丈 摊贩难以维生 像是祖传三代 在新市场卖鱼丸 超过40年的摊贩 历经SARS 及去年的疫情 在这一波疫情 生意掉许多 这一次是最严重的 我们也经过SARS 还有去年的疫情 我们都经过了 因为我们是老摊商了 都经过了好几次 这一次是比较严重一点 疫情的关系 市场整理也不好 所以大家都叫苦连天 看那个市场有没有怎么补助 还好金融市政府推出了紓困方案 针对全市14个公有市场 及4个集中市场 6到7月份 租金直接全免 希望帮摊贩一起度过疫情 我们在之前第一时间 就已经提出了减免 而且我们是延长了一个月 也就是不以这个疫情的期间 三期警戒期间为主 我们到7月底之前 相关的一个补助 都是比照办理 我们真的每个摊商都做得很辛苦 也感谢市政府 提却我们摊商的经济 所以这两个月的租金有减免 真的很感谢 市政府从7月开始 替工有市场摊贩及工作人员 施打疫苗 全力防堵疫情 希望和摊贩一起度过难关 记者黄梢明金融报导